7月一放暑假 南大生来到位于高雄凤山 这家加油站攻读 包括了两天休假 在职日只有八天就决定离职 关键在攻读薪资 南大生透露加油站的工作 包括洗车和加油 只要排到加油岛的班 当天几乎形同做白工 南大生在7月6号被要求付363元亏损 隔天要补亏损537元 7月10号上加油岛又得赔533元 而且全市当天先付现绞青 领到薪水前先付了1433元 南大生在加油站攻识 大约40.5个小时 发薪日乍看领了7000多块 其实扣掉先前回填亏损的款项 实领只有大约5600元 我去年以后打工作 这是便利商店 对 当时也会遇到云空的问题 但是是只有我一个人在负责收银 所以就没有其他人摸钱的问题 那个就可以接受 那这次让你觉得比较不能接受的是 比较不能接受的是 会有其他人摸到那个收银的钱 雇主片面的扣薪的话 那是属于工资未完全给付 那工资未完全给付 按照劳动基准法的规定 我们会裁罚雇主2万到100万元 来到遭投诉加油站 站方不愿多回应 表示公司自有管理的做法 从账面上看起来发薪没违法 但要求男大生领薪水钱 先拿现金回填亏损的做法合不合理 只能由劳工局来认定 三地新闻张哲如连贯之后